hello大家好,我是汪九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数据库视频 这次小米10的发布会 没有米10透明探索板 更没有预热已久的100W快充 但是也有小米最快的50W充电 不过它依然是单电芯的设计 也就是我们充电专题第二期视频里面说到的 提高手机的充电功率方法 小米10 Pro也是目前唯一一个量产的 且充电功率达到50W的单电芯手机 那么这款50W的快充到底表现怎么样 小白测评数据库充电榜单有什么变化 不客观的那天 充电第三弹咱们开始 首先问个问题 你的手机充电瓦数是多少呢 咱们从头开始看 首先是小白测评数据库半小时充电榜单中 搭载65W快充的OPPO Reno8 半小时就充到了100% 为了数据库第一名没有改变 搭载50W快充的小米10 Pro 半小时充电85% 排名第三 在小白测评数据库0-100%充电榜单中 小米10 Pro实测用时43分钟 总的来看小米50W快充 领先40W快充的小米9 Pro4分钟 和第二名同样为50W快充 31分钟充满的realme还要有一些差距 在对比两者的充电体圈图中 小米10 Pro10分钟充入40% 稍微领先充入39%的realme X Pro 大概在13分钟左右 小米被反超 之后realme X Pro则是一直领先 基本没有降速 直到31分钟完全充满 我们详细看一下他们的充入电量时 小米10 Pro10分钟充入了1800mAh的电量 远高于realme X Pro的1560mAh电量 并且小米充入电量一直领先到 约25分钟左右 才被realme反超 通过计算 realme X Pro搭载的是50W闪充 平均每分钟充入的电量为129mAh 大于小米10 Pro的105mAh 总的来说 小米这次搭载的50W快充进步很大 这次米10采用的也是长条低内组电池 由于单电芯的设计方案 不能长时间维持太高的充电功率 在后期必须降速保护电池 后期被双电芯设计方案的realme反超 这次小米的100W快充未能亮相 但是今年内应该也来了 根据推测 目前的问题应该依然还是高压大瓦数的老问题 发热量过高电池损伤 选择50W单电芯充电方案 43分钟冲到100% 10分钟的差距 不知道你感知强不强呢 OK 想了解你手机的更多详细数据 关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 查看数据库即可 除了充电 还有十几项非常重要的数据 更多精彩 关注B站 微博 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 我是王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